我想要请问赖清德总统 你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吗 你允许民进党的政治人物 做出这种买胸鲁人的事情吗 在基隆市长谢国良罢免 按投票前夕 我因为在脸书上面 质疑民进党籍议员后 我开始就不断地在脸书粉专 收到很多的恐吓留言及讯息 10月10日开始 有不明人事骚扰我曾经的住处 那10月20日 在我母亲的住处楼下 也更是聚集了两台车五个人 母亲亲眼看到这些凶舍恶煞的人 把武器藏在水沟 直到11月2日 我自己亲自遇到这样可怕的事情 我返回母亲住处停车场时 我遭到歹徒一车三人 等待我下车时 手持器械 驾车挡住停车场出入口 想要将我堵走 当我返回车内后 歹徒因为等了太久 因此下车来到我的车旁 他用各种言语 他想要诱骗我下车 来实施暴行 我询问对方说 为了什么事情而来 那内容提到 绿色的女性政治人物 花了20到25万的价码 请歹徒来处理我 请参考aras 我也要沉重的在此公開聲明 我及我的家人 不會因為任何事情 有任何自殺情勢 我們非常的得來聲明 我們一直以為 老百姓選出來的民意代表 是會保護我們老百姓的 他們有錢 有權 然後花錢找黑道友來處理我們 我們很害怕